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桃园警方接获通报 所有持有枪械的歹徒 在大西交流道附近出没 警方到场要将他逮捕 想不到驾驶竟然开车 想要冲撞远警 警方见中呢 也立刻开枪将歹徒给制服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一开始歹徒乘坐的银色轿车 停靠在大西交流道附近的 一家超商外 警方立刻开车将他包围 持枪要求歹徒下车受减 想不到这只驾驶竟然到车暴冲 警方见中才一连开了20多枪 才将歹徒给制服 索性没有伤及到无辜的民众 但车上的歹徒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又到底持有了什么样的枪械 让警方大规模的出动逮捕 还有待调查 另外这起案情的详细前因后果 警方也在厘清当中